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做老范读评 这是9月12号这一期 也就是说我们搜集到的最新评论是9月12号的 第一条,在一个比较古老的视频上 罗振宇的知识付费公司第四次申报上市失败 在这一条视频上突然多了一条评论 刷到老范的视频,刚开始讲书的时候还挺不错 后来逻辑思维真的是胡扯八道 不过得到上一些通识课对于了解一个感兴趣的领域 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这个呢,为什么今天要读这一条 因为这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看很多频道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我们看一个人说,这个人一直在说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心悦成福 而那个人一直在说错误的话,那是个傻瓜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是有时候说错,有时候说错 或者有的时候说到你的专业领域 跟你所预判的不一样 所以也未必是错,只是跟你预判的不一样 你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响应或者负面的这种感受 那么对待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是分四种表现 第一种,这个人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永远相信啊 这个特别是在我去说一些大V的时候 他们的粉丝就会冲上来说,说你懂吗?你配吗? 对吧,人家什么都懂 你干过这事吗?你凭什么说人家?对吧 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第二种呢,其实是我比较这个推崇大家去做的事情 我们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方式 而且比较礼貌的方式去看待每一个博主 每一个平台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那个事情可能不太对 但是呢,我们用一些相对冷静的方式来看 也不是说人家没说对 或者说的跟你心里不一样呢 你就这个上来说,你不懂吧 我一看你就是不懂 或者说你不了解的东西 你就少说两句 就会搞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没有意思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说 看到了喜欢的就喜欢 不喜欢的呢,也相对冷静 不要上来就怼人家 第三种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位朋友这样 上来呢,说有些我不太了解的 或者通识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下 至于说其他的,你就胡扯八道了 但是呢,这个通识的部分我还可以去学 这个呢,算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只要碰到任何一次 他说错了,那我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 这个事就过去了 我的评论区里也经常碰到这种人 一上来说,你看你说错了 我再也不来了,你怎么这么讨厌 就这样的,甚至还就号召说 大家都要去推定啊 这种人其实是比较烦的啊 所以四种,第一种就是永远都对 最后一种是永远都不对 或者遇到任何一次就不对 甚至有些人过来说 你怎么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呢 他曾经说过什么什么 他曾经说过什么什么 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吗 这个事情就是他曾经说过一件事情 就等于是为他一生盖棺定论了吗 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其实这第一种人跟最后一种人 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都要求要么你就全对 要么就全不对 这种人是生活在一个相对简单世界里面的 而中间这两种人呢 我们去愿意去理性的看待每一个东西 愿意每一件事情去独立思考 但是呢,我更推崇那种 碰到你不认可 碰到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东西呢 你可以比较有礼貌 比较这个理性的来看待 而不是上来说胡扯八道啊 这个是一个区别 为什么在这儿要讲这一条呢 因为我在上周直播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这个AK 然后因为他也是个大号嘛 而且是讲科技与数码媒体的 我就把它拎上来聊了一会儿 聊了一会儿呢 很多人说你怎么可以跟AK去聊天呢 他曾经在台湾护照 或者是这个办美国护照 签证失败了以后 有人建议他说你灌个台湾护照 他当场发标骂人 对吧 这样的一个人 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呢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他呢有这个自己做科技媒体 有做数码评测 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论 对吧 说哎 有人去欠我做这个台湾护照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过不去 我就说了一些过激的话 那么你哪件事是可以给他盖棺定论呢 这个人是很复杂的 对吧 我们不能生活在简单的世界里面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这个Streamer的讲解这一条里头 有一位朋友写了 说一直对老范波发时长过长 有些意见 听了今天议题 想起鲁迅说过 无偿占用他人时间 等于屠材害命 这个议题帮我证实起这段话的正确性 这个呢 我是非常非常反对啊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做的东西 其实叫范娱乐 虽然我会尽量的去做 我自己认为对的那种东西 就会讲一些我认为有价值 我认为对的事情 我不会故意去骗人 但是呢 我也不会要求说 你要认真听哦 这个听走神了 要受罚呀 或者说听完了 要去考试啊 我要给你传达一个什么态度 什么一个价值啊 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想过啊 我们真正传达的是一个情绪 一个情感 一个陪伴 以及一种娱乐啊 这是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 很多人跟我去讲说 我要去做YouTube 我在想我怎么能够输出 有价值的内容 我说你想多了 我说我们需要的是 情绪和陪伴 价值只是一个附属产品 如果你真的要求自己 做一个有价值的内容 反而就没人看了 因为大家真的要有价值 人去上课去了 上完课去参加考试 就考个证书 这不好吗 这个有点像郭德纲去讲的 说传统相声界 就是要求说相声 一定要有教育意义 他说我们是说相声的 我们相声来逗乐来了 对吧 你非要那么高要求干嘛 你那么高要求了以后 你最后不逗乐 没人买票 整个这个形式就挂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 这个听我们讲话 是在谋材害命的话 你可以现在回去 看看新闻联播 再往后 Streamya的讲解这一条 说OBS不是不能多路 而是它局限于 自己的带宽 所有推送到主机的带宽 不够力 给力的话就很尴尬了 Streamya的好处是 直接把多路信息 推到云端 再多路推送 减轻客户端的带宽压力 而且配置起来也相对简单 但我最近使用Streamya的 突然这个有一些 很不好的感受 因为Streamya的 我感觉是用户量上升了以后 它自己的服务器 可能有点紧张 而且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量从墙内 推出去的流上去以后的话 对于Streamya的这个事情 还是压力蛮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你现在要达到 快速的推到Streamya的 这件事也是一个挺难的事 Streamya的确实像这样 我一路推到Streamya的 剩下的人 这个甭管是多数路YouTube 多数路Twitter 都是从Streamya的 再从云端再推出去的 确实效果很好 但Streamya的最主要的 好的功能是 它可以多开多路直播 可以在两三个的 这个平台上同时开 这样的话 其实是可以更好的 跟各方的关注 一起来去沟通 这是会更有意思一些 再往后一条 奥本海默 电影观后感 这个里面讲说 麦卡锡主义 其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过敏反应 跟人体因为某种刺激下 为保护自己而 overreacting而产生的一种过敏一样 当时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 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渗透 几乎是无孔不入的 FDR当年也对共产主义 有些持放人态度 共产主义所描述的未来 是如此美好的 苏联展现在世界面前的画面 也是异常和谐 加上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仇恶行径 和对工人压榨的无所不用其极 等于是让所有西方世界的人 对共产主义有着天然的向往和憧憬 等到美国在战后铁幕降下 以后开始审视自身的时候 发现原来自己已经被共产主义 苏联渗透的如此之深 麦卡锡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而那些本来在欧洲就亲近 共产主义的科学家们 当然会受到异样的眼光 但是我们只能说 他们幸好是在美国 麦卡锡主义再疯狂 也没有动不动就把人处决 或者送到苦以赢的行为 更没有像中国那样 让科学家下乡去食愤 无非就是不能再为理想而工作了 所谓的羞辱式审判 也就是不给你公正的审判而已 奥本海默也就受不了了 他如果到了中国 享受一下喷气式飞机 阴阳头的待遇 不知道会不会连夜上吊呢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第一件不能比烂 因为有人做的更烂 所以这件烂事就不烂了 这个事肯定是不对的 至于说奥本海默 是不是受到了羞辱 这件事情呢 叫为吃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个是国特康说的 很多人说你要放下 你要怎么办 他说我当时受的苦你 我没吃到你 凭啥劝我放下 至于说 麦肯锡主义 在美国当时的状态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 没有经历过 所以就算是一个历史 就像我们今天去讲 三年自然灾害 怎么怎么样 过去讲什么时事九空 这就是一个名词 我们自己并没有感同身受 所以从现在反过头来看 就会觉得 好像也不过如此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脱离了 当时的历史环境 另外麦肯锡主义 其实最主要的伤害 是打破了规则 比如说西方民主 或者西方的法治 他要求是一罪从无 当我没有证据的时候 那大家都是好人 麦肯锡主义 等于从最根本上 把这个事情打破了 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 指责了非常多的人 而且这些人 因为这些指责 丢失了工作 丢失了各种利益 丢失了荣誉 甚至也有一些人 你说是不是有人 家破人亡 可能也会有 那么这个其实是 麦卡锡主义 对于西方最大的损害吧 再往后一条 还是奥本海默 麦卡锡主义 我认为 对当时的美国状况来讲 尚可理解 但现在的美国 政治正确更是荒谬 因为这就像是 一群搞破坏的民粹 被执政者利用来 陷害对手 而麦卡锡主义 则相对比较像是 在对抗民粹主义的盛情 而还有 国与阁 间谍战的一部分 现在的民粹 已经囊括了 所有的意识形态 而且是正向的意识形态 例如反种族主义 反歧视 支持LGBTQ 60年代 美国的大破坏 其中还有一些 真正的恐怖组织 比如什么什么 气象XX的组织 搞炸弹攻击 还有烧毁城市 打砸抢 直接导致了 底特律的衰败 而在这其后 影响更是深远 传统信仰崩溃 连续杀人犯的 大量涌现 人民道德沦丧 暴力犯罪上升 然后到80年代 毒品战争 这些一直到 约2000年 才真正消除 包括纽约最大的 黑帮的解体 可是现在 又在搞民粹 而且还是执政党加持 真的是 不让人安宁了 这位朋友 可能是人在美国 所以对于美国的 各种问题 感同身受 但是我还是讲这句话 就是麦卡锡主义 对于我们来说 太古老 我们都是在那之后出生的 没有感同身受 就觉得那个事情 还可以理解 还可以接受 现在这件事情 就不可以接受了 其实没有那么大区别 都是打破既有社会的规则 在这个规则下 我们再去做一些政治正确 我们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事情 这个其实都会对 整个的社会运行规则 或者是对于社会运行 会有伤害的 这个很像一个什么 咱们国内 其实出过一次 类似的事情 就是老佛爷当时说 义和团 你们都是爱国的 你们都是这个 一开始还是叫权勇 后来就变成权匪 你们要去 要抵抗外国人 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很像 三往后 还是奥文海默这条 说不会原谅刘海阳的行为 因为造成了恶果 不能跟他对比 他不配 这个事情 刘海阳是谁呢 当时像这个北京动物园的 灰熊泼硫酸的那位清华学子 这个人呢 后来也是被原谅了 进行了留校查看 留了一个处分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把处分取消掉了 现在呢 是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 专门研究新能源汽车 相关的技术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 是给这个教授的苹果里 打这个清化钾 就是可以原谅的 而往这个熊身上泼硫酸 就不可以原谅 是因为硫酸真的泼到熊身上了 而这个清化钾的苹果教授没吃吗 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这个我其实完全无法理解 我们还是应该给这些 特立独行的人更多的包容 如果当时奥本海默 可能就确确实实被开除了 就没有继续他的学业的话 那么后来会不会还有这个原子弹呢 这个呢 其实是东西方的一个巨大差异 咱们呢一直在讲叫什么 叫实事造英雄 对吧 只要事赶到这了 没有这个张图护 我就吃带毛猪了 没有奥本海默 可能还有其他的人 也能把这东西造出来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 最上面那个领导 英明神武 对吧 我在你的指示下 你甭管下的是谁 都行 他再怎么着 他不能功高震主 他不能抢了领导的风头 他在讲这样的事情 而西方呢 我们讲的是叫做英雄造实事 因为有了这个英雄 所以历史的车轮又滚轨向前了 这个呢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么再往后啊 是这个企业注册资金石脚 这一条 方向就是收割更多利益 并且增加政府控制力 一方面抑制小企业发展 企业数量大幅减少 资源向头部企业集中 方便控制一方面 大企业垄断 能让企业最大限度的收割民众 政府再去收割大企业 强迫网站审核评论 就是这种流迹 大幅增加小网站的负担 使得盈利能力不足的网站 纷纷倒闭 网站数量大大减少 政府只需要控制头部 互联网企业 即可另一方面 大互联网公司 又可以压榨出更多的钱 交罚款 送黄金股 雇佣大量审核议 帮助解决就业岗位 还能助力维稳 这个怎么说呢 前面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它确确实实实是 需要更稳定 更方便的控制 更方便的管理 因为我对口一两个大企业 要比对口一大堆小企业 要方便的多 但是后面的呢 我觉得就属于是异想了 一般制定这种政策的人 他们只有一个念想 就说我要控制更多的 更好的控制力 就完事了 至于说这个 是不是可以从大企业 再收到钱 那是各层级主管部门 或者主管的人 他们去做的事情 跟这个 这一开始制定政策 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不会想的这么复杂 说很多的小网站 因为负担不起审核的成本 纷纷倒闭 因为是 讲到这个 正好让我想起来 前面 我们大量的论坛 纷纷倒闭 像什么铁血 很多的这种论坛 都玩不下去 天涯 都玩不下去了 因为论坛 就是需要大量的审核力量 而且不太挣钱 那么他们就只能 就到此为止了 三往后 还是企业注资资金 实角这一条 企业注册资金 实角 企业注册资金 认角改为实角 这个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 可能跟网站 微信小程序 AVP备案之间 存在必然联系 如果因为实角问题 不得不注销 营业执照 那么目前很多 互联网产品 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 之前一直在运营的 商城模式的 微信小程序 也叫关停 肯定是损失惨重 对 我们可能会在 各行各业里面 都会遇到这种 企业关停潮 企业合并潮 资质转让 这个事情 肯定是要闹一阵子 至于闹完了以后 到底能剩下 原来的多少 这个事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再往后 是这个 华为Mate60 Pro 这一条 嗡嗡想是梗 这个声音都是 鱼大嘴 隐隐约约的 遥遥领先 老范上钩了 这个事情 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说 有个梦想 没有说后面这部分 因为他当时是 刚有人拿到这个手机 等过到第二天开始 就有人说 这个讲的是遥遥领先了 所以这个事情 真的是品控问题 还是说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梗 这个不好说 也有可能 一开始有品控问题 后来通过一个梗的方式 把它给抹掉了 这个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因为控制舆论这件事情 华为如果说是老二的话 就没有谁是老大了 他要比政府还要更高效 再往后 问一下 华为不是有5G专利吗 怎么美国还能限制 华为使用5G呢 这个还是Mate60 Pro 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 要跟大家讲一下 5G这种东西 它不是一个专利 不是说我今天申请一个专利 叫5G 这5G里头可能有几百 甚至上千项专利 这个里面包括 比如说加解密技术 调制的技术 基带的技术 对吧 射频的技术 各种标准相关的东西 都在里边 它是一大堆的专利在一起 然后这些专利呢 有些比如说在摩托罗拉手里 就是现在的联想手里面 有些呢 是在比如AT&T 在这个T-Mobile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大厂手里面 还有一些呢 可能在欧洲的一些企业手里面 对吧 还有一些在华为手里面 华为应该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 而且即使是当时进行标准选择的时候 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 华为最后回来指责什么 指责联想 你卖国贼 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欧美去推行了一个标准 而华为推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在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都去支持华为了 而联想不支持 联想说我要支持欧美 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因为联想买了摩托罗拉 手里相关的专利都有 如果他买支持华为的话 这些专利就没法盈利了 对吧 他们还需要向华为去交专利费 这个事他肯定是不划算的 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首先还是要忠于股东的 你说我这个牺牲股东利益 去照照顾一些民族情绪 或者照顾一些所谓的民族情绪 这个事呢 是犯罪啊 如果被股东逮着是可以告他的 这个是不可以干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华为如果需要使用到 美国相关技术的5G专利 就会因为实质名单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种禁运 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他就使不了 他就会被卡脖子 当然欧美国家 如果用到了华为这部分的专利 也要付钱 华为现在呢 也说说谁使了我的专利 谁付钱 现在欧美很多的设备厂商 也在向华为付钱 这个是一个相互捆绑的一个过程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5G是一个专利 华为Mate60这条 说实话 我也不懂 有人说鸿蒙就是安卓系统 可是安卓那些手机第二年就开始卡顿了 华为的鸿蒙系统 我用三年多不卡顿流畅 另外游戏我也不玩 我喜欢一些华为的功能 我老爸也不玩游戏 这个应该是一个华为的铁粉 我发现我的华为相关的两条视频 招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华为粉 下来骂我 这个我也就认了 他们应该是突然发现我的 应该不是我的老听众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理解 如果一个我的老听众 听了这么多长时间 因为我说了华为不好 上来骂我一顿 我会感到伤心的 这个怎么说呢 华为的这种让他不卡顿的方式 其实是有牺牲的 而且你用到的这部分 其实还是安卓 鸿蒙确实是鸿蒙 但是鸿蒙上头顶了一个安卓的壳子 或者说安卓有一个插件 是插在鸿蒙上的 你如果用的纯的鸿蒙系统的话 你比如说你用汽车 华为汽车 华为手表 华为的一些家用电器 就是纯的鸿蒙系统 如果你用的是平板电视手机 你用的还是鸿蒙上面 安卓这一部分 而华为对于安卓这一部分 进行了一部分魔改 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流畅度 那么这种流畅跟魔改是有牺牲的 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你自己要去选择说 我到底是要魔改过的 还是要原来的这个样子 牺牲的是什么 你可能有很多应用在后台 接不到通知 因为它把后台的应用杀掉了 正常情况下 因为为什么耗电 为什么卡顿 因为很多你装的应用以后 它在后台会不断的启动 然后问服务器 有事吗 有事吗 来干这件事情 华为发现这个事情很慢 很耗电 而且让手机卡顿 它就把这些项目都杀掉了 这个杀掉了以后 比如说你应该收到邮件 或者应该收到一些通知 你没收着 那么就会耽误事 这个你自己挑 你说我不怕耽误事 我为了华为耽误事 我认了 任何人说我发通知 为什么你没看到 我因为使用华为 好光荣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再往后是锤子手机海报这一条 我怼了一条锤子手机的海报 结果被很多锤粉来锤 我专门录了一条视频 来解释了一下 第一个评论是 这次老范批评错人了 起了个坏头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假设曹雪芹 因为写《红楼梦》成名了 卖了书 有了影响力 其他作家都羡慕 都学它 可水平又不行 全写成了厌情小说 于是社会上充斥着厌情小说 我们受不了了 那么我们该怪曹雪芹 开了个坏头吗 还是怪那些没有情怀 想成名想赚钱的 捉虑的模仿者 我们该怪呈现了 感动很多人的情怀的老罗 还是怪那些拷贝成性 爱走捷径 东施笑评的纯纯的商人呢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 第一个 我们曹雪芹的事情就不讲了 这个《红楼梦》 我也不熟悉 这个事我们没有 什么评说的想法 那么从罗永浩这件事情来说 我认为罗永浩 依然是一个纯纯的商人 只是他的技巧更高 手段更高 而且他第一个使出 或者最早使出 这么高超的手段 来给大家去进行情怀表演的时候 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至于他跟后面学习 和没太学好的这些人 其实后边有些人 学的比他还好啊 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华为手机 什么的可能学的比他还好一些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认为 他是一个纯纯的理想主义者 一个讲情怀的人 这个呢 我觉得就降低了我们的智商了 他也是个商人 只是更成熟 更高超的一个商人而已 另外一点呢 我认为每一个人呢 甭管他是起头的这个 还是后边这个人 是做的好 还是不好 作为一个商业案例 我们都是可以去评说的 而且我反复强调说 我对罗永浩的观点 是相对中立的 我并不是讨厌他 他有做的好的地方 值得表扬 也有做的 我看不惯的地方 对吧 而且我们是进行了 深入理性的研究和分析之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是说哪些人就不可以批评啊 我对于所有那些说 这个人不能批评 那个人不能批评 因为他做了什么事 不能批评这些事 一律是要怼回去的 这个事是我不接受的 这个可能我们除了一些 最伟大最顶上面那些人 他们是不可以批评的之外啊 其他人还是可以评说的 让那些不可以批评的人 稍微少一点点 这个大家还能够活得稍微好一点 好 再往后 这个还是锤子手机海报这条 说句不公道的话 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公道 锤粉说老罗还钱 潜台辞职 老罗借钱不赖账 相比那些破产先离婚 捐钱 下周回国一类创业者有诚信 有一句 还不一定是钱 我也不知道 你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还是说老罗所谓的还钱 不过如此 我个人觉得 不管什么形式还钱 起码还了 其次就是算是 就算是股份 也是债权人同意的 你那句怎么说呢 让大众感觉酸溜溜的啊 这个事情呢 第一个啊 他借了六个亿 是借的供应商的钱啊 他等于是拿人的东西去造手机去了 手机没卖掉 然后这个钱还不上了 这是六个亿 这六个亿呢 应该是自己替他还了一半啊 剩下的钱 慢慢的卖货还了一部分吧 这个是不是都还完了 现在其实他自己也没有站出来说 另外呢 他欠的所有的投资人的钱 因为投资的给他的时候都签了对赌协议 要有回购条款的 我今天给你一百块 你每年应该 比如说百分之五的利息啊 明年是一百零五 后年是一百一 过几年你应该还我这笔钱 这个协议他都签了 在拿钱的时候签了 然后等到最后呢 他玩了一个花活 说哎 我现在有细红线公司了 我用细红线公司的股份 来去换你们手里的这个回购权 人家比如说应该拿个两三亿的回购权 他说来 我给你一个五千万的这个股份 你就拿这个东西自己偷着乐去吧 必须签字 放弃前面的回购权 对吧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 有些投资人呢 就认了 算了 我认你个朋友 对吧 这个事呢 我觉得是自愿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也有投资人就不认 说我凭什么放弃两三亿的权益 给你一个 拿你一个五千万的一个股份 我就放弃两三亿的一个权限 而且我投你的是前面的这个 叫做什么呢 这个事情啊 锤子手机 而不是你这个细红线 这个事情我们一码会一码说清楚 所以呢 后面这个是股份 而且这个股份这件事呢 你讲的是这个债权人同意的 有同意的 有不同意的啊 这个你不能说有人同意了 你就把那不同意的声音忽略掉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下一次被忽略掉的那个人 可能就是你自己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现在把它摊平了 讲清楚 因为我前面还专门录过一期视频 在讲这个老罗 到底是怎么跟投资人呛起来的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你要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等都看完了以后 你再去亲平气和的说 OK 这个事怎么样啊 他确实比那些直接跑路的要好啊 或者说使用一些花招的这些人要好 但是呢 对于他来说 其实他是有另外一条路的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 直接清算 破产清算 这个事是没问题的 责任是有限公司嘛 你清算了以后 对吧 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大家就认这件事 认赌服输了 其实做投资的人 或者做当时设账给你的人 都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那你最后还不起 那清算吧 然后我们把你所有的资产 都弄干净就完事了 而老罗不愿意去清算 他是为了要有这个名声 这个名声是有价值的 你不能说 他不愿意清算 他要这个咬牙还钱 这个人就很高尚 你要想清楚 他还这个钱 他也是在挣一个价值回来 对于他那些投资人来说 你清算了 我也可以把这个账做平 我也可以对我的LP 对我的这个出资人去交代了 但是你一头又不清算 另外一头又逼着我去签这个 持路的条约 对吧 你给了我几千万 让我放弃几亿的权益 这个事凭什么呀 对吧 他最后就会闹出一些 这样的矛盾 所以最近开始有投资人 在找他做诉讼 找他去做一些仲裁 后边他到底算不算甄嬛 大家拭目以待 再往后 说这个锤子手机海报这条 说老罗当年被黑成汉奸 朝鲜族满族人 后两者明显是种族主义 老罗到底是什么民族 不知道 这个我是真的没有研究过 但是锤子后来变成了坚果手机 目前仍是我心目中 Top1的安卓手机 这个接口 接口让人感觉非常舒适 硬件设计则是有好有害 其他安卓手机则分为三类 模仿苹果的小米华为 韩风的三星OPPO 老人味的HTC独占 原生安卓的谷歌手机杂牌 这个怎么说呢 你既然认为这个坚果和锤子 就是你的Top1 就是No.1的话 那我也没法说什么 对吧 这个你让遥遥领先 情何以堪啊 人家已经都这个 在制裁之下突破了 这个重重的阻碍 青州已过万重山了 对吧 你让人家怎么弄啊 这个这个 我觉得你既然认为锤子是第一 那你就继续坚持这么认为好了啊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啊 还是这锤子手机这一条 说锤子手机是我用过最舒服的手机 可能他现在的硬件不行了 软件创新在今天也不新鲜了 但是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锤子手机是唯一一个 能让我个人体会到那种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 完全从消费者角度去考虑设计的精神 有传言说老罗对下属无情压斩 苛刻要求 但是作为消费者 我才不管那那么多呢 喷宫崎骏的都是工作室的员工 骂周星驰的都是合作的工作人员 但是叫好了是都是观影者 这才是真正的工件精神 另外TNT系统 也是我现在最令我震惊的 当年专门为这个系统买了一个便携触屏的显示器 这个设备好没卖多少 我都想不起来那东西长什么样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每一个系统都会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对吧 从我们这些做软件的人的角度上说呢 我们管这东西叫留存率 比如说我今天放了一个软件出来 第一天大家都装了 到第二天呢 流失了90%的人 剩下10%的人 那到第三天呢 再流失90% 大概就剩了1%的人 那再流失一段时间 但最后依然会有人 我就是喜欢 这个没办法 对吧 这个他就是看对了养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说你喜欢这个事 我觉得没有对错啊 你就是喜欢 这个这个是OK的 但是呢 你说他的软件能力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最简单的证实方式就是一个 老罗如果把手机扔了 光做软件 他做的出来做不出来 老罗是干过这个事的 就是在锤子手机失败 他其实做过一些软件 想去在整个的安卓软件系统 或者软件APP的系统里 这个这个市场里边跟大家竞争 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吧 所以他从于做软件 做系统这件事情来说 是肯定竞争不过这些传统 做软件的公司的 但你说你就是喜欢怎么办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你喜欢 但你是一个小众 这个是大众通过投票 通过下载安装留存的这样的一个 冷冰冰的数据筛选过程 给出的结论 老罗做这一块不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至于说其他的点 这个呢 我只想说一点啊 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叫行大事者不拘小节 他只要是把大事干了 这些细节都没那么重要 或者说我们可以打破规则 去只要结果就好就行了 要结果导向 这件事情呢 都是要不得的 我们还是要去追求这个过程正义 或者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过程 哪怕你一时之间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结果 也都有可能被反噬 对吧 那么这个结果可能只是现在能用 未来未必好使 这个是不能这么去讲的 说你看他道德外坏 或者说他周围的人很讨厌他 但是呢 人家做的东西就是好 我就用就完了 这个事是有不对的 再往后 大挨股市 说为什么非要选择那些可能做假的公司呢 几千家上市公司 鱼龙混杂 你是否能够选出那些不做假的 而且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呢 华尔街又何尝不是割韭菜的地方呢 美国股市上演过多少天上地下疯狂或者死亡的故事 即使你没有研究过那么多相关经典的电影情节 你难道一步都没有看过吗 当然从您的角度看A股也是一种思路 也会有一些启发 大家互相交流挺好 这个事情呢 很有意思啊 首先呢 我们要讲这两个地方真正差在哪 不是说有人做假账 有人不做 美国人也做假账 但是呢 他整个的制度规定了 说OK 有人我们发现他做假账了 或者说我们怀疑他做假账了 没有任何证据 我依然可以起诉的 联合诉讼啊 我们一堆的股民起来 我们联合诉讼他 这个时候这个公司要自己站出来说 我没做假账 要证明这件事情 甚至美国还有一堆做空机构 对吧 我说我做空啊 我认为你做假账了 前面比如说瑞信啊 这一次又有人在做空拼多多 那我在做这个事情 你就要出来解释 如果你不解释的话 那大家就可能真的去做空 你这个就完蛋了 这个是保证他虽然做假账 但是呢 不敢过分的一个这个过程 而且所有做假账的 最后他叫什么 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做假账的 最后坐牢去了 最后退市了 最后搞破产了 这就是恶有恶报 而在国内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审计机构都处罚了 把所有做空机构都处罚了 把所有的这个对冲基金也都处罚了 你们不允许买空 不允许那个什么的情况下 我咋去判断谁是做真账的 谁是做假账 谁是有发展的 如果这事我真能判断明白了 对吧 那我就炒股去了 我就不费这劲了 不就完事了吗 这个事不是咱不行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贝莱德在中国也照样被割 几年亏了30% 人家在全世界都是挣钱的 对吧 甚至可以跑到乌克兰去 把乌克兰的所有这些 没收的俄罗斯资产直接接管了 他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他在中国炒A股 赔的跟那个什么似的 最后只能是说 我们关闭中国办公室 大家不玩了 你这个我实在是玩不下去了 我没有这个能力 选出这个做真仗 有发展前途的公司 那人家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他也没这能力吗 所以你告诉我 谁在做真仗 你咋不才挑出来的 你告诉告诉我 我也好好学习一下 再往后啊 这个大A股市 和很多老板聊过 他们办公司的最终理想 就是上市 上市是为了让公司 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中国老板 大多就是为了上市 上市就是中期目标 是这样的 这个中国很多老板 上市就是为了割韭菜 我记得我原来在 清华同方 我进去的时候 清华同方刚刚上市 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 就是同方里面 大概有一个部门 十个人还是十来个人 那个部门是什么 就是证券操作部 或者证券的一个 就是运营 这么一个部门 剩下所有的分子公司 加起来可能有几万人 但是我们这几万人 挣的钱 没有人家那十几个人拖 后来我们开年会的时候 这个老板也在那讲 说哎呀 说同方这个几万人 维持运转的这个唯一原因 就是让这个十几个人 证券运营的这个部门 能够有合法存续下去的一个基础 你们挣的钱 根本就没有 跟人家没法比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 就是比较 比较畸形 比较奇葩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继续啊 点播啊 有一个人在我的一条视频下的 留了一个点播信息 说非常感兴趣 您给即将大学毕业的计算机生 哪些求职和职场建议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成功的 这个从业者 对吧 我现在还是虽然又找到工作了 但是前面也经历过失业 这个我给出的建议 你们听了以后 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呢 也这个也不好说啊 这是以后有机会吧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 而且我那个时候 跟现在肯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是第一批学计算机的人 毕业出来 对吧 我那时候走的哪 都是很缺学计算机的 而现在中国可能有上千万程序 这玩意咋搞 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时代了 好 再往后啊 YouTube天津聚会 什么时候才能跟老范一起坐着 谈笑风声 哈哈 一定要把这哈哈念出来 我们很欢迎啊 我走到任何地方会提前发预告 我在北京 我在天津 我到上海 广州 深圳 香港 新加坡 清迈 这个月有可能会去清迈啊 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行程 去马来西亚新山 去新加坡 对吧 我都会跟大家提前说 如果你有兴趣啊 我们很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录一些节目 来谈笑风声一下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 坐在镜头前 坐在镜头前跟我们去谈笑风声 是一种压力巨大的体验 不是谁都可以坐在来搞这件事 我们很欢迎啊 只要你自己愿意出镜 愿意承受这种心理压力 我们都欢迎 像你看到的这个四个人坐在这去 录视频这个过程 其中有一个叫考博 他的内容可能50%以上都被我们剪掉了 他就属于是跟大家坐在一起 就非常紧张的这种人 你跟我们坐在一块 你可能现在看我做节目 你觉得OK的 但是咱俩真坐在一块面对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人怎么说话 嘟嘟嘟嘟嘟 语速极快 而且压力很大 对吧 而且经常打断别人 哼哼哼一下打断了以后 就马上就冲上去接着说 这个是我们录节目 这么长时间训练出来的 这可能也是被动训练 这个没有办法 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很欢迎啊 或者说我也想去做YouTube 也很欢迎 但是呢 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做YouTube 都可以成功啊 这事是不行的 做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能看 而且跟我们一起录节目 你要首先做好心理准备啊 但是我们欢迎 再往后 AI冷静期啊 说这个核心怎么会是API呢 API工作在自然语言上吗 不是这样的 API是工作在程序语言上 大部分现在应该是Python为主 并不是说 你就完完全全可以自然语言 不用去程序语言了 我们讲是要使用API 还是要通过程序语言 重新去塑造大模型的这个服务接口和服务界面 让他可以更好的去输出自然语言 而不是说一上来就是自然语言 就是基础 基础底层 依然是程序语言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再往后还是AI冷静期 Tiny说AI不会造成失业 因为会让每个人都成为插画师 就拿纺织工举例 说工业革命没有导致纺织工失业 我要说的是并不是这个行业消失了才导致你失业 而是这个行业门槛被移除了 就代表着你失业了 工业革命之前纺织工是技术工人 可以养活一家人 还很受尊重 你现在虽然也可以去工厂里当纺织工 但是你能够养活一家人吗 你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吗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啊 首先我们说呢 这个失不失业的事情 要从不同的角度上来看 如果我们通过统计的角度上来看 可能大部分人在一个比较漫长的痛苦的磨合之后 还是可以重新就业又重新找到工作了 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大部分人并不会失业 但是你如果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看每一个人来说呢 有些人就是失业了 有些人就是没失业 对吧 这个事是没有办法的 对于那个失业的人来说 他的失业率就是百分之百 至于说另外一点 说有些纺织工人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就不再受人尊重了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不同的国家的纺织工人吧 当然现在纺织工人可能大部分都是在中国 全世界的纺织品 可能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了 现在这是一个比较特例了 但是其他的国家的纺织工人 可能也依然是可以养灰一家人 依然是受到尊重的 这个事情并不能按照你说的这个去做 还有一点呢 就是很多的这种迭代的过程中呢 原来的纺织工人会成为新的纺织厂里面的技术工人 或者是工头 或者是班组长 或者成为一个中层管理者 而新进来的纺织工人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机器的人 这个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升级 而这一次AIGC出来呢 其实我并不太同意说 完全不会造成失业 AIGC这个跟原来的历次的工业革命 历次的技术革命 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太快 原来的那种替换基本上需要几十年 所以呢一代人其实该退休退休了 大家不会感受到失业啊 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 而这一次的话 原来那段时间就真的是每天都有新闻在发布 每天都有行业在被颠覆 而现在虽然是可能每个月会有一些新闻发布 对吧 就已经慢很多了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讨论AI冷静期的事情了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太快 这个呢还是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的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说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他有意愿 说我们还是想要去找到工作 想去劳动 想去在社会中贡献价值了 他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之后 绝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这个就是关于失不失业的问题 再往后还是AI冷静期 这个XGBT对于未知的东西 没有任何能力 我推理人类喜欢黄金 可能是因为粮食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而这个推论是在之前没有人提出来的 我将这个推论和人类去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有来有往的讨论 哪怕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但是当我和XGBT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只会将网络上的关于人类 为何喜欢黄金的内容车轱轮化 反复给我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讨论 他根本就不能对未知的东西做出分析和判断 他只是基于已有东西反复的车轱轮化给你 这位朋友呢 我建议你去用一用XGBT4 包括3.5 其实都不会是反复的车轱轮化 现在XGBT给我们最大的困扰 不是反复的车轱轮化给你说来说去的 而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事情明明是有正确答案的 他给你胡说八道 这个是一个问题 他胡说八道那部分 他肯定是原来从来不存在的 还不要说这个事 你说的是原来不存在的东西 他给你反复车轱化 他不是这样 他原来存在的东西都给你胡说八道 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这个是叫幻想幻觉 这个是困扰现在XGBT 整个应用的最大的一个麻烦 你正好把这事说反了 对吧 这个我觉得呢 往后怎么做啊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XGBT 再去想办法把幻觉的问题解决掉 至于说你现在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用国内的一些作品 或者说有一些AI的项目 他给你反复说 说车轱化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就是那个 避免他去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的那个模块 做的太强大了 这个比如说XGBT来了 我今天问了他一个问题 假设是人类为什么喜欢黄金 他开始跟我胡说八道了 另外一个系统 进行校正 校正了以后说不对 你再胡说八道 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这个论据 回去重说 又给你编了一段 又不对 再回去重说 可能编了十段八段以后 说这个可以了 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温吞水 就变成你想要的 这个叫做 不是你想象中的车库的话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 管理和审核越言的这种 这种大模型系统 就越容易说车库的话 它最后是这样的一个差异 好再往后 这个华为突破封锁了吗 这个是我的做的 Mate60的第二条啊 这个确实啊 谷歌苹果暴跌了 不是谷歌啊 是确实高通苹果暴跌了 高通民用芯片做到了 现在国人够用就行啊 顶端芯片慢慢来嘛 这个事情呢 其实不光是困扰着高通和苹果啊 包括也困扰着华为 困扰着所有的手机厂商 是什么呢 就是手机的发明已经到头了 像刚刚发布的iPhone15 对吧 那我们看看它到底发布了什么东西 啊 Type-C的线 这是人家安卓已经使了多少年的东西 这个到iPhone15 Pro以上 才可以用USB3.0 啊 这个在这个iPhone15和15 Plus上 还只能用USB2.0的速度 这个都是安卓多少年前就搞定了 可能千元机都已经搞定的东西 那iPhone还在这精准的画刀呢 是吧 这个事它就没法整 最后再加了一个什么啊 给大家都变成灵动岛了 屏幕改了个形状 加了一个钛合金的外壳 把这个芯片做的更小了 更这个三纳米了 其他啥也没有 你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场景 什么样的变化 全都没有啊 完全更新了个季末 这个其实才是现在 整个手机行业 整个芯片行业 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这个事情不光是苹果跟高通 包括华为自己也面临这个问题 再往后啊 这个是华为突破封锁了吗 以前也会经常 以前也曾经用过 华为的手机和路由器 但自从内存门事件以后 就再也不关心任何华为的消息了 也不会再购买任何华为的产品了 倒不是说当时的内存问题有多严重 而是被华为那种一夜之间 清空所有负面消息的能力给吓到了 虽然其他厂商也会做这种事情 但能够做到华为这种地步的实说罕见 既然没有负面消息 那么所有的正面消息都不可信 不能发生 也意味着当我自己遇到了产品问题的时候 维权也将会非常困难 因此华为的舆论操作能力 对于我来说只是负面效果 确实我们在所有的互联网厂商 所有的硬件厂商 所有的这种科技厂商里头 华为是舆论操作能力最强的 你说的内存门 我想不想来是哪件事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当时做人工智能月亮是什么意思 华为说你看我这个手机拍月亮 拍的特别清楚 后来大家发现它这个月亮是判断的 你照了一灯泡 只要这个灯泡照的模模糊糊的 就有可能会被华为判断成为月亮 就给你替换一张巨清楚的月亮在上头 所以很多人就去拿比如肯德基 肯德基上面是一白圈 里头是一老爷爷 拿那个照片去给华为 华为也给它替换成了月亮 对吧 做了一堆这样的实验 飞快的就把所有的内容全给删了 还把人家账号给封了 对吧 这个是很神奇的 而这一次华为Mate60的话 华为也把大量的在国内做评测的视频 统统都下架了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这个当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 剩下的这个声音就是谎言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 甭管它是针对华为了 还是针对其他东西的 最后一条 公务员禁用苹果手机 手机安全性这方面 我有很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 这方面我来补充一下 我很欢迎大家补充信息 苹果只要不越狱 是所有手机端安全性最高的 这个我是认同的 华为是手机在安卓方面最安全的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刚才其实我讲过了 华为的安全性是通过 牺牲了很多软件功能来实现的 你确实是安全了 但是你经常会丢消息 有些人给你发的信息 或者在一些特殊的软件里 给你发的一些推动消息 你就会收不到 这个事情你自己去选择 到底要哪一个 再往后是其次是OPPO Vivo OPPO Vivo其实我没太用过 不太了解 然后最差的是小米三星 小米其实我是用过 好几个小米手机的 小米的整个的安全性 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雷军下面有金山系公司 凡管是我们以前做雷暴移动 其实就是做金山独霸的那帮人 还是会给他提供很多的 安全相关的功能给他的 所以这一块他做的还可以 至于三星的话 那真的是逆来顺盛 这个甭管谁给我任何东西 我就直接接着使 像我以前买三星手机 那个手机真的是会用到发烫 用到这个手拿不住 充满了电 可能用个七八个小时就没电了 三星手机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被大量的中国应用给弄死了 因为这些中国应用都希望 在后台启动 在后台去接收消息 在后台弹窗 在不断的唤醒用户 让用户来使用自己的APP 来不断的干这件事情 三星呢 对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不管的 就把自己搞得很惨 而且三星呢 当时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三星大量是通过运营商的渠道 在销售 他通过中国移动 中国电链通 中国电信来销售 这些手机到运营商渠道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被刷机 会装上大量的这种流氓软件 这种垃圾软件都会装进去 因为你想 人家这些营业厅的人 也要挣钱 你多装一个软件 多装一部手机 那都是有收入的 对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星的整个的体验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三星的体验是什么时候变好的呢 安卓12以后 安卓系统呢 说我们不能再让你们这么胡来了 很多的权限我给你收掉 我不让你用了 你继续掉这些权限 我们就会禁止你的手机工作 他会禁止你的应用工作 他会搞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新的一些三星手机 他的体验会变好 那是因为安卓自己的管得更严一些了 至于其他的 都是阿泽不评价 其他的我也没怎么见过 可能索尼我也见过一些 东西就是Pixel 其实你要讲到安全这块呢 Pixel还是应该可以值得去说一下的 Pixel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呢 完全不管不顾的这种手机 它谷歌官方的造成系统 其他什么都不动 对吧 但是这个手机呢 一般情况下还都挺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使用Pixel的大量 都是工程师 都是程序员 他们自己有一定的安全防护知识 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 之所以说很多用三星的人 觉得不安全是什么 他自己不懂 他就拿来使了 使了这个过程 被人坑了 或者这个感觉很不爽 这个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的用户体验就会很差 这个是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 好 这就是本周的老饭独评节目 这是 这是我大概念了第五遍 因为这一周遇到了 直播卡顿的问题 本来老饭独评应该是直接直播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上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好 感谢大家收听 以后的话 如果网络好 我以后读评尽量还是直播啊 如果网络不好的话 就把它录下来 稍微剪辑一下 简单的剪辑一下 发给大家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